他已经败数了嘛 就是基隆市政府已经胜数了 当初罢他的理由就已经不存在了 就这个律师还在出来在讲 而且甚至在对于这次罢利亚活动当中 在演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 所以我只能说台湾现在已经没有所谓的 是非公理了 所以这整个原则来说的话 就像是我们说国会改革 有多少人了解国会改革 但是背后之后要罢免 因为是牵涉到人就很容易被理解 而且就可以引发一些行动 一些情绪 就很容易对于你特定 你本来就有投射你讨厌的人 就开始对他产生的一种感觉 再加上所谓的媒体推波助来 每个人开始情绪又出来了 那我想第一波当然就是谢国良 那谢国良这一波来说的话 我刚刚就特别提到嘛 你看连以前都说是这个民间团体 就你看现在所有的市议员 全部站出来 告诉他我的服务处都是你可以来联署 因为现在非常的接近了 所以说谢国良到底做了哪一些事情 即使他的GoGo Roll 即使他的大日这些事件 这些都是你可以带一个市长 他的这个政界 他可以被检讨的 有什么样的道理里面 你需要罢免他 他是匪谍吗 他有跟任何一个是第五纵队吗 他有做到一个 伤名利民的一个工作吗 都没有 你只不过是停留在一个 你对于他不爽 对他一些的事件 你觉得不行 就来造成一个罢免的一个理由 还有包括现在目前为止是 烽火连篇 为什么到这个部分 我觉得最后的力度 还是在这样嘛 你看从2月1号开始 这个整个国会开始 当韩国瑜当上院长的那一刻开始 柯总终于知道 他过去掌管的八年 已经是这么悬殊的笔述的 那种风光已经不在了 每头必败 每头必败 他们一定要想办法 想办法最大的理由 就是告诉你 就是让这些国会 重新的改组 他们现在甚至开出的 七个国民党立委的名单 因为他也不甩民众党了 也不管他的情绪到底怎么样 我先罢掉七个 我七个在当选之后 我就可以不管任何人 我又可以回到过去那个状况 这不就是一个阳魔吗 我只请问民主社会做不好 四年让他下台 这不就是我们的一个展现吗 你现在人家做不好 一年时间 然后那个理由都是非常可笑 你又到底有哪个理由 是足以已经造势 伤国伤民到你 足以让他罢的理由 这不是台湾民主政治 最大的一个残害吗 所以我觉得这个罢免潮 以谢国梁是第一道的防守 我觉得如果真的是要开干的话 大家就一起来 国民党自己要这样的认识 你这个第一场这个接触战 如果你输了 你士气大败 对方的士气大震 就一连串从北打到南 那我告诉你很多的立委 国民党立委就会变得非常的危险 所以我觉得国民党 现在就是全力以赴 帮助谢国梁找最好的律师 然后也要找最好的幕僚 因为这阵子他所有的谈话 所有的讲话 大概都是要非常严谨 你谢国党目前你周围的幕僚 有没有办法升任 如果没有的话 我觉得国民党或国民党立委 应该有义务协助他 去做这样的一个准备的工作 因为这个工作就是一场第一场战役嘛 你第一场战役要先称夺人打贏了 你后面才会赢嘛 这个基隆市政府跟大日的这个官司 基隆市政府申诉 他里面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他的判决书里面写得很清楚 就是说这个商场的这个所有权 是属于基隆市政府 然后他后来他的增建的部分 他的营运等等的这个部分 都是属于大日公司的 所以说这个争议的两造 就是不在Net这个上面 那他既然判定了 他既然判定了这个基隆市政府 他是有取得这个所有权的 那就等于是说后来 这个Net他很多的主张 在法律上面是站不住脚的 那现在呢 当然这个都是可以再上诉 可是我觉得这个基隆市政府 他保护住市民的市场 然后在这个公开的 这个招标的这个程序上面 他也把这个商场呢 就给了另外一家 就是符合招标资格 给了另外一家 也是很有这个经营绩效的 一家这个微风马来去经营 我觉得市民的眼睛呢 是真的是要看清楚 谁在真正的确实的帮这个基隆市民呢 保护住他们的市场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他这个电动车是他的证件 就是说那只是因为呢 他这个要送这个电动车的这个证件呢 我觉得就是踩到了一些传统的 这些的油车他们的一些的利益嘛 然后呢民进党呢就这个建立的欣喜 拿这个部分呢 再来当作罢免他的这个一个理由 说实在的 他们今天呢举出来的这个罢免 那个谢国良的这个理由 其实在很多这个法律上面 和这个政治上面都站不住脚的 他他就就是一个纯粹的 就是一个政党立场上面 起义的一个攻防 民进党这个很 民进党真的是一个很 很胡搅蛮缠的一个政党 我选说你我就罢免你 世界上哪有这种事情啊 你今天这个谢国良是怎么样 是做了什么丧尽天良 什么去辜负这个基隆市民的事情 要到足以这个罢免吗 我觉得就是像知恩委员刚才说的 如果说是通过了 所有的阶段的这个联署的一个程序 真的是要进入到这个罢免战的话 要战就来战